Hello,大家好,我是Nina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五双 平时我觉得利用率最高 又好走又不容易过时的靴子 我的脚是比较偏瘦的 然后脚面比较适中 没有脚踝 小腿肉也挺多的 所以我的需求就是要 咸腿细,咸腿长 舒服好走,还能垫个儿的靴子 看看就让我开始今天的分享吧 第一张靴子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双Gani的靴子 这双鞋我觉得不管是它的设计 舒适度,然后还有搭配性 都是挺高的 大概穿上有5厘米,特别电割 然后鞋底也是很软 但是它并不沉 比较蠢蠢的这种感觉 脚踝这个部分包裹性也很好 这个地方是有松紧的 所以它有弹性 它刚好把我脚踝的那部分包起来 就会显得脚踝那块很细 质量也蛮好的 这个靴型应该是他们家 最火的一类了 其实它还有另外两个高度 一个是更矮一点的 还有一个就是差不多到膝盖 那个高度的 这双高度呢 我觉得是日常 我最常穿最好搭配 也最显腿细的那种靴子 像那个极西的 我觉得也很好看 但是我比较偏懒 可能出门的时候 就喜欢穿这种 容易一脚蹬的这种靴子 然后第二双想和大家分享这双 Buy far的长筒 这双靴子我收到之后就是特别喜欢 皮质非常的好 是这种很软的 然后光泽度也很好 Buy far的鞋呢 它就是鞋型设计的非常秀气 它前面是这种方头 比较偏薄的皮面 侧边有一个这个拉链 整个鞋型 不管是脚面还是这个桶 它都是比较偏瘦的 然后我把我的腿尾写在这边 我穿的时候再套一条裤子 觉得是刚刚好的 到膝盖这块 还可以和裤子留有一个间距 这个间距其实很重要 可以衬托大腿会更细一点 这个靴子别看它的 根比较矮比较好走 但其实它这个靴子穿上 会显得腿特别的长 可能就是因为 把小腿收得又很好 然后鞋面又比较偏细偏长 就和小腿融为一体了 穿裙子或者是穿这种裤子 都很好看 这双鞋是我去年买的 然后今年它的鞋跟 有一点点的小变化 就是后面变成了这种衣子跟 而侧面看就像猫根 女性感会更强一点 也更成熟一些 这双鞋是我今天分享 所有鞋里头性价比最高的一双 因为它的材质其实也是牛皮的 算是by far的平价替代款 它和by far的鞋型 可以这样对比一下 几乎是一样的 它也有黑色 这个颜色也很百搭 尤其是在秋冬穿的一身 颜色比较深的时候 有一点点皮质的这种亮感 但它颜色又很低调 不是那种很亮的那种红色 如果我的鞋柜只能有一双靴子 我肯定会保留这双拐靴 但是可能会选黑色的 这双靴子我真觉得它质量特别好 我已经穿出去过很多次了 但是这个鞋底就跟新的一样 穿脱太省事了 因为也是这种松紧带的 所以不会裹得脚踝这块难受 脚一钻就可以走了 它的鞋型我也很喜欢 设计的是那种比较偏秀气 但是又不过于秀气 它的平衡度就拿捏得正好 细节我觉得也很到位 边线的这一圈白和这个白色的鞋带 配起来也挺好看的 而且它里面还附赠了两条黑色的鞋带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白色 还可以自己换成黑色 这么看它的鞋跟不是很高 但是穿上之后真的还挺变个的 也得有四五厘米了 秀场上也一直流行这种酷酷的马丁靴 如果大家想买这种比较舒服 又好穿好走 又垫个儿的这种靴子 可以考虑这双 然后最后一双靴子呢 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韩国小众品牌的 是这种纯牛皮的 我也是穿过很多次了 还是和新的差不多 前面有一个这个拉链 这个拉链还会拉伸腿部的这个线条 会显得腿很长 设计有点像矽地的那双 鞋头的地方是更偏方的 那双是偏圆的 也是带有一点点酷感的 但是也不会太过 其实对脚踝包裹的也挺合适的 我的腿围穿 我觉得不勒 还是有一点点富裕的 我的鞋面是比较偏低的 如果你的脚面很高 可以买大半码 我其实就穿自己原来的号码就这么合适 这个跟其实也挺高的 但是走路也是一点都不累 是一双好搭配利用率很高的这种鞋 OK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希望今天靴子的分享还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今天分享这些鞋的链接品牌号码 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啦 拜拜